无论在国内外啊 那首相马哈迪都曾经多次在公开的这个场合表示 说我国呢面临经济困难 政府也可能需要脱售一些资产来套现 来偿还前朝政府所留下的一兆国债 那眼看国家需要帮忙 人在泰国进行官房的这个马哈迪呢 也不忘为大马经济寻找新突破啊 接着今天跟泰国马来西亚商会代表会面的时候呢 马哈迪他就呼吁旅居泰国的大马商人 不要忘了这个让他们成长并且受惠的马来西亚 那现在啊该是时候为国家出一份力了 除了提醒旅居海外的大马人别忘本 首相马哈迪今天在与泰国马来西亚商会代表会面时 也希望他们可以出钱出力 包括引进更多的投资来到我国重振大马经济 另外马哈迪也主动提到了前首相纳吉今天再度面控的事 他说前朝国这政府过去犯下了很多错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人因为犯下的罪行而被控上法庭 如常常当你破壞法判 你必须得面击账的原因 有很多人 我们不能带到所有人去庭 去聘会 在一趟一趟 所以我们必须得摆在一趟一趟一趟 而最嚴重的一位是首席自己的主席